咖啡豆倒入基台 完成香濃咖啡 但有人卻喝出一肚子火 朋友抱怨到超商购买热拿鐵 结果喝到最后几口时 觉得怪怪的 一打开杯盖 竟然出现异物 乳白色参杂咖啡色的结块 看起来就像豆腐渣 让它直呼很心碎 非常不舒服 就感觉不干净 那里面是什么也没有说清楚 可能是一些什么奇怪的东西 没有清干净还是什么 从咖啡机跑出来的 超商表示咖啡机每天固定清洗一次 但怎么会出现结块异物 哪个环节出了问题 我们会让它跑一下 就整个搭清洗 搭清洗 因为洗完还会再做一杯倒掉 所以你喝到如果洗完 基本上是第二杯了 超商咖啡机属于全自动机器 超商初步研判 清洗奶管用的是食用柠檬酸粉末 遇上牛奶成分就会产生结块 牛奶里面含有钙汁 那那个柠檬酸它有酸性的东西 那它们基本上是牛奶是个胶体东西 那遇到电解质它就会凝聚 它肥料是无害的 若把牛奶拿来实测 加入些许柠檬汁 经过搅拌 杯内的白色液体立刻结成凝固状 原理类似 超商表示目前该店问题状况排除 强调对安全无虞 但消费者喝到结块的咖啡 超商把关得加把劲 三绿新闻马家号 我亚婷台北报道 超商先食饮料 吃的喝的通通有 但是超商最赚的就属它 超商咖啡快速又便利 商机高达700亿 有超商和日本烘豆厂合作 直接设在台湾 会这么大手笔 就是因为咖啡数字会说话 2018年全家卖出约1亿杯 业绩超过35亿元 7-11卖出3.2亿杯 业绩超过150亿元 杯子叠起来约12万栋101 最长是五天都会买 如果每天都买真的花蛮贵的 如果一杯五十块的话 对啊一天一个礼拜就花至少两百五 看开公平位数据超商销售额前三名 分别是烟品饮料跟热食 但是毛利率的排名第一名却是 现煮咖啡高达五成 第二才是饮料有两成五 最后则是烟只有一成 专家分析咖啡毛利率有五成 咖啡卖越多赚越多 超商各出其招 抢黑竞商机 参讯学员许直雄方向台北报道 就这样了 嗯 嗯